不知道从何时起,国民二字就进入了大家的心里,不知道从何时起大家形容,人他也用了国民二字吧,所以现在要用国民二字形容一个人,真的是很荣幸的。 想想娱乐圈里的明星,也有很多都是有国民头衔的,他们是靠自己的颜值和演技,或者背景而得来的,所以大家也都很同意这样的称呼,不过因为会有人不同意,国民大姐刘敏涛刘敏涛在伪装者中饰演胡歌黄凯,近东三位男神的大姐,她可是绝对的国民大姐好似的,国民校草,李一峰李一峰,国民校草,在学校时被称为校草, 参加选秀成名后来获奉,三,国民老公,王思聪,王思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那句,我交朋友不在乎有没有钱,反正都没有我有钱,他的微博下面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男性和女性粉丝留言叫亲老公,真是让人羡慕,极度恨,巨悉,王思聪曾在微博举行抽奖活动,转发量高达139万,把新浪微博的服务器偷给搞瘫痪, 二,国民闺女,关小彤好像就是从好先生,说出后开始的,大家猜叫她国民闺女的吧,在里面虽然是个叛逆的年龄,而且做了许多叛逆的事情,可是大家还是喜欢她,只能说明她把闺女二字演得很像,而且也让很多家长有所体会吧, 一,国民媳妇,海星海星先后再不少的电视剧,你演过媳妇的角色,如双面娇,窝居,媳妇的美好时代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